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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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国际大风吹 每个礼拜带你探讨一个有意思的国际话题 我们节部的开场动画呢 有九位国际大人物 其中大家比较不熟的那一位 刚好就是最近三个礼拜的国际新闻焦点 年仅33岁 简称MBS的沙奥迪阿拉伯王楚沙尔曼 全世界都想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下令暗杀一名本国籍记者 相关新闻这阵子大家可能也看了不少 那这个案子里面有爱情 有血腥 有政治 有外交角力 那或许是因为掌握最多第一手资讯的土耳其 用挤牙膏的方式1.1滴公布证据 最容易让人迷失在各种细节和谣言当中 那这一集我们先把截至25号为止的案情全盘回顾一下 然后再来看看为什么美国总统川普的反应 跟全世界领袖不一样 还有在背后操盘的土耳其又在打什么算盘呢 世界主角59岁的哈少吉是一名沙烏地阿拉伯的资深新闻工作者 因为改革派立场鲜明经常遭到当局施压 不过他对沙国的政治评论经常刊登在中东和国际媒体上 后来为了自身安全他在去年搬到美国华府居住 也开始替华盛顿邮报撰写专栏 好几次批评王楚沙尔曼的威权作风 然而明知道应该要明哲保身的他 上个月底却为了跟土耳其的未婚妻完成终身大事 不得不飞到土耳其 向伊斯坦堡的沙烏地阿拉伯总领事馆 申请正式的离婚文件 证明上一段婚姻已经结束 10月2号他跟未婚妻一起来到领事馆大门 那两人本来预定隔天就要完婚 没想到他独自走进领事馆之后 却再也没有出来 文件期在外头苦等4个小时 忍不住向土耳其警方报案求救 哈绍吉失踪的消息就此传开 案发后沙国当局坚称 哈绍吉早已离开领事馆 对他的失踪毫不知情 但随着证据陆续曝光 在19号改口坦诚 哈绍吉其实就死在馆内 官方表示 涉案人员本来想说服哈绍吉回国 但因为处理不当 跟他爆发肢体冲突 而将他失手打死 后来到了25号 沙狗检察总长又改变讲法 说有新的资料证实 这起命案是预谋 不是冲动犯罪 当局已经逮捕了18名涉案人员 解雇两名王厨的重要幕僚 一定会厘清案情 23号沙尔曼甚至亲自跟哈绍吉的儿子萨拉见面 表达慰问之意 那面对非常有可能是杀父仇人的领导人 萨拉的心情全都写在脸上 沙狗官方说辞不但前后矛盾 也始终无法交代遗体的去向 土耳其则是在历经两星期多的调查之后 由总统埃尔多安宣布 这是一场预谋犯罪 土耳其官方表示 沙狗领事馆跟哈绍吉约好2号下午见面之后 就派出一队15人小组 在案发前一天搭包机进入土耳其 案发当晚就出境 这15人的身份都已经证实 大部分在沙狗军方或情治单位任职 那最重要的是 土国当局掌握了一段非常关键的7分钟录音 证明哈绍吉在领事馆内 先是被沙狗的暗杀小组制服 接着手指被活生生砍断 最终被注射药物之后 遭到杀害 有土国官员声称 他的遗体遭人用古具肢解之后 带出领事馆 而最新报导则指出 似乎是埋在沙狗总领事住处的花园里 有网友因此改图讽刺 把沙狗国旗上那把剑 换成了一把古具 尽管土耳其没有直接点名 沙狗王室就是幕后主持者 但高层下令跨海暗杀异议人士的味道 实在太浓厚 因此除了埃及阿联等中东盟友之外 从印尼到欧盟各国 几乎都一面倒谴责凶手 并要求查明真相 德国甚至决定 暂缓对沙狗的军售案 并呼吁各国一起杯葛 这也让美国总统川普的反应 显得有点与众不同 尽管号称4500亿美元订单 后来被美国媒体查出是严重灌水的说法 但无论如何 川普不愿意完全跟沙国政府撕破脸的态度相当清楚 毕竟沙奥地阿拉伯是美国的重要盟友 尽管一边是全球最强大民主政权 一边是保守封建的伊斯兰神权国家 却有好几十年的伙伴关系 首先沙奥地阿拉伯是美国和美国盟友的重要石油进口来源之一 而大笔赚进来的油园拿出去投资之后 也让沙国成为美国第一大军火买家 也是矽谷的大金主之一 第二在地缘政治上 沙国刚好跟美国视为眼中钉的伊朗是竞争对手 同时又需要美军的保护 于是美国一方面贩卖军火 另一方面也透过沙国牵制伊朗 对于美国的好麻吉以色列 沙国也比其他阿拉伯国家更加友善 不过在此同时沙国的人权问题 例如严格控管媒体跟打压异议人士 还有拿着美国武器介入夜门内战等行径 尽管处处跟所谓民主价值相抵触 却在白宫默许之下接连上演 哈绍极命案除了考验美国该怎么拿捏立场之外 也再次凸显跟威权国家称兄道弟的尴尬现实 专家认为土耳其在案发后一步步公布对沙国不利的证据 几乎可以说是打脸沙国王室的这种做法 其实背后是有政治目的的 专家认为土耳其跟沙奥地阿拉伯对中东的想象并不相同 沙国倾向保守神权治国 而土耳其则相对比较世俗和开放 沙国去年联合六国同时跟卡达断交的时候 土耳其却站在卡达这边不断提供援助 沙国让美国的影响力深入中东 而土耳其则是不希望美国存在感太强 反而跟俄罗斯、伊朗等国走得比较近 尽管土耳其还是很小心不直接杠上沙奥地阿拉伯 但利用舆论操作的手法 或许就能让沙国王室在名誉和实质上受到重创 甚至让美沙关系出现裂痕 总之一场命案不只案情骇人听闻 也牵扯出美国、土耳其和沙务地阿拉伯的中东政治角力 在案情逐渐水落石出的同时 这个局势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也值得我们继续看下去 过去大风吹,我们下周见 大家可能不知道 伊斯坦堡可以说是阿拉伯各国异议分子的一个避风港 那住在这里的上百万阿拉伯人当中 包含一些被本国封杀的政治人物 另外也有不少阿拉伯语的媒体 以伊斯坦堡为根据地 据说是因为土耳其比起阿拉伯世界相对开放 那风俗民情又比西方世界更贴近家乡 不过在这一起命案发生之后 恐怕他们再也没办法那么安心了